上星期,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在专访中谈到了要打造更加安全的网络空间 大选脚步越来越近 主管数码政策的杨立明自然也关心人工智能对政治领域的影响 另外,上届大选杨立明离开了服务三届的碧山大八窑集选区 转战惹兰误杀集选区 不要以为惹兰误杀是老区哦 我们来看看杨立明和团队在听取了爱狗的年轻居民他们的返婚之后 准备为他们做些什么 繁体的听字里面有个耳,有个王,有心 它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要真正地去聆听 你要把跟你说话的人当成是一个王 他说的话有多么的重要 那你要用你的心还有用你的眼睛来去听 今年六月,网上出现利用身为技术仿冒国务资政李显龙谈话的视频 企图篡改内容以假乱真进行诈骗 随着身为技术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步伐之徒利用身为技术制作音频或视频 除了行片 当众也步伐试图左右政治风向的内容 那谈到这个身为技术,你会担心会影响来临的选举吗 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的国家身为技术已经开始的浮现 而且它被用来影响选民的看法 有时候是对候选人,有时候是对一些政党,有时候是针对一些议题 其实它的这种用法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我们现在有一些法律能够应对有一部分的身为这种内容 但是有一部分,尤其是在大选方面,还没有办法派得上用场的 我们需要把这个短板来补助 来届大选最次必须在明年11月举行 杨丽明说,制定防止身为内容影响选举结果的方案 重要的是符合新加坡的过程 我们在研究这个课题的过程当中 就看到了韩国,他们有一项新的法律是相当有趣的 就是在选举之前的90天,三个月 所有跟选举有关的身为内容是受到禁止的 那在新加坡的情况下,就很难派得上用场 因为我们不能够预定90天后会有大选 那么我们应该制定一套什么样的办法 既是能够防止身为的内容来影响到我们的大选的结果 但是又能够迎合我们本地的一些情况 这正是我们在探讨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谢谢你,Josephine 杨立民2006年踏入政坛 从政前在经济发展局任职 担任公务员期间 他领悟到聆听民意的重要性 那个时候由我们的雇主安排一项课程 怎么样当一个优秀的领导人 那个课程,他的教授的语文是英文 但是他用了中文字 他就说你看繁体的听字 里面有个耳,有个王,然后有四,还有一,有心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要真正地去聆听 你要把跟你说话的人当成是一个王 他说的话有多么的重要 那你要用你的心,还有用你的眼睛来去听 上届大选,杨立民带领人民行动党四人团队 角逐惹兰勿杀集选区 面对人民之声的挑战 他的团队最后以65.37%的得票率胜出 你还会领军出征吗?来临大选 这一切都由总理来安排 但是我想我们无论是在哪里服务 我们都是把居民他们的福祉 作为我们最重要的考量 我们也希望在所有的情况下 都是能够尽量地把服务工作做好 然后我们观察到 反对党最近也有在您的区域走动 我们无时无刻的都在走动 我们把视角放在自己的工作上 选民是我们最大的推动力 居民他们的生活过不过得好 才是我们最重视的东西 梁翔 我带你来拜访我们的新班进来的居民 也是我的朋友 好 Adrienne 韦玲 我来拜访你 还带来了一个新的朋友让你认识 好 拜访您好 你好Adrienne 你好 大家好 是 告诉我哪一些方面最需要调整 噪音 地铁 还有那些车辆 是早上而已 一般上搬家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适应期 因为毕竟每一个住户 他对声量的敏感度也不一样 每一个区声量的环境也不一样 孩子呢 他们喜欢吗 他们太喜欢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自己的空间存在 除了游乐场和幼儿园 牙龙三项两座新族附近将增设六狗场 更加贴合居民的需求 年轻的住户 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 向我们反映 他们的宠物没地方去 最近在地铁的那个轨道下面呢 我们找到了一片空地 本来就要把它做一些装修 把它弄得适合我们的居民去做运动 现在我们又有一个额外的功能 也可以当一个六狗场 有了新族屋 也不忘区内物龄较高的族屋 惹兰雾沙市政理事会 粉刷族屋外墙时 融入地方特色 营造社区归属感 原来的一些族屋啊 有一些它的物龄都挺高了 三十年以上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 通过粉刷有一套新的装饰 因为这里有加冷盒 然后就出现了 Karlangways的这个波浪的一种概念 颜色呢也很鲜艳 所以整体的来说 是希望我们的居民 看到自己的家 原来是这么的漂亮 让他们的心情也漂亮一些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融合在一起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大家庭 杨立明说 惹兰雾沙集选区 接下来有大约1700个组屋单位 陆续推出 也将新建新的巴士转换站 为居民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来看 我可以做完